對於水草缸中的泡泡海 總是許多玩家心中的夢想 但是現實總是說 會讓人家有點失望 但是他會看到很多新手 就會擁有一個泡泡海的水草缸 為何我明明就花費了這麼多的心意 花在新的黑土 加大的吸用素質量 甚至用的那種 暢稱冒泡神器的那種物化器 換來的確實呢 還是不會冒泡 其實可能有一個關鍵 是大家都忽略的事情 在水草的乾品種當中 碳對水草來說 幾乎佔了大多數 那也可以知道 碳對水草來說 是一個塑膠需求非常大的元素 那水草吸收碳的方式來源 主要是吸收那種形式的碳 其實呢 跟KH有非常大的關係 下面跟大家說一下 為何會說跟KH有非常大的關係呢 其實呢 水草大約在PFG 6.4到10.3這當中 水草吸收水中的吸溶素 幾乎是碳酸性跟磁質 那它只有在PH 在6以下非常酸的狀態下來 才會去吸收純吸溶素 PH4.3以上啊 會去吸收所謂的重碳酸 吸溶素水 那可能有朋友會問說 那為何我們要去打吸溶素呢 而不是應該添加碳酸跟磁質嗎 其實呢 KH呢它是一個作為 隨體緩衝的作用存在 它可以適當的幫我們控制啊 隨體當中的PH的 拉高溫拉跟降低的速度 那關鍵就是在於說 它跟CO2或者是酸的作用 過程啊 九博之前的影片中啊 有詳細者去迅速啊 然後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 可以點盤給點點檢 然後去參考看看 那我們說回來水草冒泡的這件事情 水草還要冒泡啊 勢必要有光合作用嗎 然後產生過多的氧氣 之後被水草釋出 那要產生過多的氧氣呢 那就必須要有強大的光合作用 那光合作用除了光的需求以外 再來呢 就是碳的供應 剛剛我們知道 水草在特定的PH當中 吸收的主要是碳酸跟磁質 需要CO2當中的殘酸 去讓KH反應 產生出所謂的殘酸跟氫氣質 那也就是說 當你水草釋當中 KH值過低的時候 這個時候 就算你打很多的CO2進去水裡面 它也不會產生很多的殘酸跟氫氣質 CO2呢 最終呢 只是會飄散出水面而已 比較是出現很多人 就算打了很多的CO2進去啊 最少還是不會冒泡的關係 那 KH跟你剛裝的鈣米也有直接的關係 那鈣米過低啊 你KH也不會太高 因為那樣技術喔 我們在封閉的水體當中呢 KH啊 是會一直被消耗掉的 也就是說 你太久沒有換水呢 KH值呢 它是會越來越少的 那 要是你添加的水是RO水 而它是所用所謂的離子式過濾啊 那你剛裝的KH幾乎會等於1到1而已 那對水草來說 就很難去吸收到碳 所以有時候 你用地下水或是三泉水 兩水草啊 會比用RO水還會更不會冒泡 當我們鋼中如果不打入CO2 水體當中的碳酸性跟離子 還是會被水草去利用 那當碳酸性離子還被吸收之後啊 然後排出剩下的氫氧根 所以你水體的PH值就會蠟糕 當鋼內無磁去打入CO2 所以氫氧根被排出啊 會跟鈣離子結合 變成碳酸鈣啊在葉片上 也就是所謂的脫鈣原理 所以當葉面被改包覆住之後啊 建議酒啊 水草的狀態也會慢慢的變長 那當你KH鋼那原本就很低 也就是你的水原本超級乾淨 所以水草也很快就用光 鋼內的碳酸性跟離子 自然就沒有檯可以吸收了 然後就 孤寡回收掉 所以啊不打吸收度的鋼之中啊 地下水啊 可以養著餅 因為用RO水還來著吃酒 會有人說 他只有添加水 沒有去做換水這個動作 可能用的就是地下水 或是說 他是KH含氧有點高的水 那水草的鋼當中 這個KH的建議 只能大概說4左右 那過多的KH啊 他會讓PH去拉伸 導致水草伸長多 那過低呢 又會讓水草難以去吸收到碳 然後再來鈣跟鎂 作為硬度的來源啊 也是跟KH消耗有直接的關係 所以水草鋼當中呢 要有一定量的鈣跟鎂 當然2到8GH 也就是所謂的大概說 大概是36到144的TDS 當然熱草動物 不包含水中的離子 或其他雜質 我們把其他物質 添加進去的總和TDS 所以水草鋼的TDS建議 大概是80到2 200會是鋼行 也就是說我們水草鋼中啊 建議去量GH跟TDS 那我們換水的時候 先下去水缸裡面的水 可能就只需要去量TDS就好 因為水草鋼中的鈣 它會持續的被消耗掉 當水草鋼中的鈣開機的時候 就要去額外的添加 相對的如果你沒有添加 卻又過高的時候 可能就需要去量一下 你添加水源的TDS 當中的GH是不是有變動 或是說過高 那你補充KH的話 市面上也有很多的商品 排水鋼的朋友會比較容易遲到 水草鋼的朋友就很少會去聽說 要去補充KH 因為啊我們需要的量啊不多 也不能太多 但是可能有些地方啊 或者是使用的水源 是所謂的純淨水 那這個時候可能就需要去注意一下 你的KH值是不是太低了 那可能可以購買一些KH大升器 來作為KH的補充 讓吸油度可以更有效率的 溶解水中啊 變成碳斷器跟底子啊 作為水草的食用這樣子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有學習到知識的朋友啊 請幫我訂閱 然後點讚並且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